虽然我住在这里好几年了 但是对于你们来讲 我还是外国人 回美国时 我父母却觉得我是台湾人 真的很奇怪呢 因为我是黑人 很多人问我很奇怪的问题 比如说 路上的妈常常问我 你的头发是真的吗 是真的 是自然准吗 是自然准的 我可以摸一下吗 可以 你一定省了很多汤头发的钱哦 阿嬷你不知道我其实花了很多钱把我的头发烫制的啦 我笑的时候 大家都马上看着我的牙齿 你的牙齿是真的吗 为什么你的牙齿那么白 我不知道你可以问我爸吗 你用黑人压高吗 没有 我知道了 因为你的皮肤那么黑 所以你的牙齿看起来很白 夏天的时候台湾的天气很热 所以我穿得很傻 这里露出来 这里露出来 这里露 一点点 卖菜的太太问我 你不怕上黑吗 为什么我会怕 我已经是黑人了 哎哟 你们觉得我胖吗 不要回答的啦 在台湾我的杀是XX大 在美国我的杀是XX小 台湾的女生都很瘦 讨厌她们 但是她们还是给我一些些减肥的方法 可是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慢慢吃就可以减肥 所以我买了很多筷子 是披萨用筷子 是韩饱用筷子 是炸鸡用筷子 是炸鸡用筷子哦 两个月以后我还是胖了五公斤 我深情问她们说为什么没笑 她们说 还是我忘记救你 你没钱只能吃一餐 而且只能吃一半 啊 台湾的女生很奇怪 吃东西吃一半 张花耶张一半 最难是中文 长的读的学的都很难 她做以前我的中文很烂 我去加油站 加人帮忙 因为我的摩托车有问题 先生 你可以放空气在我的阳台吗 她说 蛤 先生 看我的嘴巴 跟我的手 你 可以 放 空 气 在 我的 阳 台 吗 她摇摇头说 小姐 看我的嘴巴 跟我的手 我听不懂 就走掉了 后来我跟我的中文老师说加油站的事 她说 小姐 不是阳台 是轮胎 不是空气 是打气 空气在天空啦 哎哟 正式的 事件过了很快 我已经住在台湾12年多了 我的头发还是卷的 我的牙齿还是很白 我的皮肤还是很黑 我的尺寸还是天智鲁你猜 对啊 谢谢 可是我的中文有没有变好 真的吗 谢谢哦 我会再加油 我知道我跟你们比起来很不一样 所以你们有可能觉得我很奇怪 但是我的心却是很抬的 我很喜欢台湾的热情味 和这块土地 我很 像是 一个台湾的特产 烤地瓜 微屁黑黑的 里面却是黄色的 因为我讲中文 吃饭用筷子 骑摩托车 大处跑 最重要的 我敢吃臭豆腐 可是还是很臭 我父母站得对 我是台湾人 让我们大家欣赏 每一个人不同的地方 好吗 好 你们还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 不会 谢谢哦 记得哦 见怪不怪 奇怪 自败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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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